欢迎收看大人花枝 中国大陆的书室里面有一种小说 不但是畅销书 而且是长销书 叫做官场小说 丽卷于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觉得这种官场小说可看性可在 我觉得官场小说的看点在于 他的官场里面的神秘 不为人知的秘心 还有一些潜规者 因为官场不透明 所以好多人都想要一探究竟 看看是什么 据说有八成的人都看过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官场小说 现场来宾是大陆很有名的作家 叫吴景珠 两位主持人好 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景珠 我们知道景珠是大陆的畅销书作家 帮很多大老板写过传记 那以你自己的经验 就是大老板的传记比较好卖 还是官场小说比较畅卖 对 以目前来讲 应该是官场小说比较海蛮一点 但是当然也要看个别的状况 这样子 对 那官场小说之所以在大陆 这几年会特别的红火 他们叫做红火 主要是因为围观 毕竟是很高的 所以一般的市井小民 他们想要多知道一些官场上面的一些文化 尤其这些官场小说 大部分会写的都是这一些反腐败 揭秘 很多的贪污 贪官污吏 酒色财气 很多很多这样子 所以就是满足了人们那种 很想去偷窥欲 还有就是一般是接触不到的 因为太远了 太高了 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几个畅销书作家来 好好盘点 就可以知道说 究竟到底是 这些作家写了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那么吸引读者来看这个官场小说 先说说看这个所谓官场小说第一人 王岳文好了 王岳文他在这个官场小说里面 他有一个美称 就是官场小说第一人 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有名 最有名的有两本 第一本叫做国画 第二本叫做大清相国 那其中国画这一本呢 他当时在90年代出版的时候 还被禁止发行长达十年 原因是因为 他在里面写了太多这个太入骨的东西 所以政府不让他发行 太入骨的东西是指什么 就我刚刚重复的那些 是真正官场的运作权力跟钱交易 还是有关社情 在官场里面一定 第一个是权嘛 对 然后当然就是money 钱 然后当然就是一定有色之类等等的 那后来呢 过了十几年以后 为什么他可以发行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府 他非常的用力在肃谈 所以这本书呢 就再修改一下就发行了 一直到现在呢 这本书都是官场小说的 畅销排行榜前几名 国画 对 然后另外他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大清相国 那网络文自己的背景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会来写这个官场小说 他是湖南人 是一个湖南的官员 那就是很喜欢写作嘛 后来呢 他写红了以后就不做官了 那他的说法呢 就是说 在这个文坛里面 大家都称呼他叫官员 但是呢 在官场里面 大家又称呼他是作家 他给自己自嘲说 其实他是一个很尴尬的边缘人 他后来呢 会离开以后呢 也就是因为他的书畅销了 再一点就是这个公家机构呢 开始在有一些改制 他们叫分流 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呢 选择离开了 就他有一句话就说 从此以后呢 他就在这个心灵跟写作之中啊 获得了一个自由 就可以很开心的 大快人心的来写 嗯 这官场小说 会受欢迎 其实有一个 大家为什么要看 是因为那个写的人 所以你刚刚讲说 王月文 他自己本身有 那个从政 就当官的背景 所以大家更想知道说 他揭秘了什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 据说王岐山推荐了 看他的书 《大清相国》 所以才畅销 那么他自己怎么想呢 我们来听听看 我在写这么一位古人的时候 可能潜意识里面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的 就会有一种 对懈怠生活的一种思考 可能不会那么直接 因为小说嘛 它是通过故事 通过人物来展现 展或展示 作家对某方面生活的思考 官场小说在大陆受到欢迎 很多作家都名利双收 甚至名列大陆作家富豪榜 那有的人一开始 他写书只是为了赚点小小的生活费 或者是奶粉钱 像小乔老树 对不对 对 这个小乔老树 这一位作家 特别值得带跟大家聊一聊 他的本名叫做张斌 那他原来也是这个重庆 重庆永川市的一个市政管理局的 一个局长 副局长 那他从35岁的时候开始来写小说 是很好玩的 是因为他的女儿出生了 那他就说 这个小女儿呢 三天要喝掉一罐牛奶 同时呢 还要尿片钱啊 什么什么的 那因为呢 衙门啊 水清则无余啊 虽然当时他的一个官位呢 也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官阶 但是只靠这个政府机关官员的这个工资啊 事实上是 不够 对 是不够的 是不是 入不敷出啊 抓金箭奏 所以他就想看到 有一次看到这个网络的文学 他就想 哎呀 他丢了他很久的笔 就拿出来写一写 当时呢 他在2065年开始跟出版社签约的时候 第一笔稿费呢 其实只有400块 到了6月的时候呢 就是升到6000多块 后来一路他就非常的拼搏啊 大陆叫做非常认真用心 叫做拼搏的写 就一路写上来之后呢 他呢 后来他的版税非常的高 就是在这个畅销作家排行榜里面呢 是前20大最高的时候呢 高达了一年的版税是人民币 两百七十万元 那他畅销的那本书 到底是写什么呢 哦 他畅销的这一本书啊 就叫做侯卫东官场记 官场笔记 对对 官场笔记 这本书呢 就是在写一个很年轻的 进入这个官场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背景的 这一位侯卫东 这个内容里面呢 哇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因为呢 他十年的这个官场之路 一共有三百零四位 各级别的官员 八十四起官场的风波 六十六个党政部门 还有二十三次微妙的调动跟升迁 所以交织了这一本非常好看 非常精彩的好书 其实不止那个张斌 就小乔老树 还有好多写官场小说的人 都是官员 为什么他官员那么闲闲到可以写小说啊 写官场小说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每一个他要写作都其实都有一个动力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位 缺钱吗 他就是因为你要出生啊 喝牛奶喝很快 然后换尿布换很快嘛 所以他们就赶快用这个闲暇的时间 虽然他当官他还是有闲暇的时间 可以努力拼搏来写这样 那像河北有一个环保局的副局长 他就写了雾霾的小说 你是受到欢迎 他是因为他的工作吗 还是他觉得说透过小说 他可以揭秘一些不为人知的 这一本书之锤畅销 也可以从两个点来讲 第一个因为他毕竟本身是一个环保局的副局长 是因为他是一个官嘛 这么大的一个官 第二个他这本书呢 就是完全符合了现在最夯的 最火的一个议题就是环保 对这个环保的议题 然后他用这个环保的议题 来跟他这个官场做一些结合 就是千丝万缕啊等等 所以这本书也是畅销的不得了 大家都想要透过那个官员的笔下 还有他的眼中去窥探一下 神秘的官场 究竟有哪些事情在发生 问题是这些书写出来之后 谁在买呢 广告之后回来告诉大家 心里有话要说呀 这些不真实 我们官场根本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心里面有一种冲动 要把真实的生活写出来 大陆官场小说这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的故事真真假假 引发很多想象了 那他最近听说他狂扫出版界多年之后呢 开始出现走下坡的情况 有这种说法吗 也是有这么说法 但是事实上在就现在书市来讲 他还是非常红火的 崩盘啊 对啊 因为之前他狂扫出版界好几年 一直都在书市里面非常的夯 可是今年就开始说 他开始出现了崩盘说 你自己在大陆看到的真的有所谓崩盘现象吗 官场小说 有两种说法 但是我觉得他目前还是非常的红火 因为对大家来讲 一般的市井小民来讲 他们还是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之所以有崩盘说来讲 也许可能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的一个畅销 因为这些官场小说有80%的故事 其实不管是他里面的故事的主人翁的名字 或者是他的很多的一个故事架构 大概有七八成很多都是作者加上去的 所以呢就是有四句话很好玩 就是每一本书他可能都会有四句话说 本故事纯属巧合 纯属虚构 纯属虚构 所以就有一些如果他不是这么的精彩 或者这个官场小说的作家 不是这么的有名的话 就会有崩盘的一个现象 换句话说是因为玩不出新把戏 对 写不出官场上面新的讯息 所以读者也罚了 对也罚了 那还有很多真正是文学的作家们 都会觉得对这一类官场小说 会觉得很感慨 他们都会叹一口气 就说第一个 这个写出来的内容呢 他又不是对社会大众真的能够提升正能量 当然有一些是可以 那大部分都是不是的 所以他会觉得又没有文学价值 还有这个笔法也不是很好 那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些负能 比较多是负能量的东西啦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慨 虽然说跟以前比起来没有那么好 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舒适的排行榜 去看他到底是不是受欢迎 大家如果有空上大陆各大书城 或是网路上面的购书网站 就会发现说 他的舒适的排行榜里面 还多了一个叫做官场小说排行榜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他究竟有多欢迎 像我们之前讲的大清相国 现在因为中央力推的关系 所以他就是舒适排行的第一名 官场小说第一名 然后另外像中央党校推荐的魏子 这书也卖得很好 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 那个同样十七年前写的那本书 国画现在竟然还能够挤到前十名里面 我知道还有一本叫二号首长的小说 就是连我台湾的朋友都在看 他们问我我还想有这本书 所以显然是不止 不只是台湾的想要了解中共官场的人在看 连中国大陆的民众自己都在看 问题是谁在看呢 是哪一类人需要看这种官场小说 其实谁在看官场小说 一般的人可能都会以为说 看官场小说都是围观的人 那有一个统计是这样子的 正正政府党政机关的人在看的 大概占了百分之三十点五 那他每一次的这个数据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工商企业界的人在看 大概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一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事业单位的人在看的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点三 所以加起来呢 大概有将近八成的人都在看 那如果领导人推介会不会有受到影响 像大清相国我看他排名第一 是因为王岐山的推介 对对对 就是当时呢前北京市长王岐山呢 他就推荐了这一本书嘛 那所以呢很多的官员呢都会买来看 结果排行榜一起来以后 大家都会跟着看 就是这样吵起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在强调刚才所说的 这一类的小说会红啊 第一个就是跟这个作者的知名度 作者知名度 第二个呢就是谁在推荐他 就领导开的书单身为属下不能不看 所以是官员读书会 因此这个官员要买书 再来是要考高 国考的公务员也需要看这个吗 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 如果他想要当公务员的话 他就必须要看这些官场小说 可是国考哪一个考题需要考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想要进入官场 你透过官场小说 你去知道他官场里面的那些美感 就说一些小小的东西 你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所以那你进去官场之后 你就可以避开一些比较不好的情况 然后可以给自己稳当的作文环位 那等于是考上了之后再说再看 而不是说要看这本看这些官场小说才能够考上国考 都有啦就一般如果你想往围观的这一条去走的话 换海浮沉嘛 所以呢都是自己要 林门一脚要进去之前 你一定要先试水温 大陆很喜欢讲试水温 试一下这个水到底有多深吗 所以这些这么畅销 这么红火的官场小说 里面其实也已经有很多的交战所撤在里面了 而且还有一个我想到了 就是说官员的思维跟平民的思维不太一样 所以当你在答题的时候 他问你一个政策 你就可以用官员的思维去回答问题 就对他的那个考题上面可以加分 其实在民间都有流传一个很好玩的顺口溜 就是说这个当官 当官是非常的崇高 只要你的亲戚朋友或家里的人 有个人当个官 哪怕是再小的官 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光中耀祖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中国 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去求官 比如说一胎化 怎么还有就是生老病死 各种的等等等等都要去求官 不管是你的乡里建设 还是你个人的生活 个人的升迁各种方面 都是跟官有关系的 会不会另外一种买者 一种买家是为了要捧官员的场子 反正那个领导都出书了嘛 所以也要捧个场买一买 拿来送这样子 就代表支持领导 对都会的 比如说你从这个春 礼 县 市 省 镇 都要的嘛 就是今天有个大官出书了 那大家一定要赶快来买一下 像现在官场小说据说有两百多本 那它有分类别吗 有有有分的 哪些情节会卖得最好 哪些情节会卖得最好 其实反倒是它有分成四类 第一种就是从改革的文学 套入到官场文化 这一方面大部分写的就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反腐败啊 打击贪官污吏啊 素贪等等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黑小说 黑小说 加上很多作者自己的 把加了很多的角色啊 情节啊小说嘛 小说要好看 里面就要很多的这些 很精彩的一个角色 把它穿插在里面 那也许这个故事呢 可能是有20%到30%是真实的 其他的70%或80% 可能就要靠这个作者的小说家的 很棒的生花庙笔 去穿着附会 那在官场上面呢 也有几个忌讳啦 比如说 第一个你要当官 从小官一直升到大官 最重要你要懂得这个潜规则 比如说要多磕头 少说话 这是一个 还有呢就一定要注意三个大忌讳 这是很多在这个官场小说里面 都会提的 那三个大忌讳呢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记功高正主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全大压主 你的power 第三个就是才华的才 才大七主 所以这个三大忌一定要很小心 然后这个你要当官一路平步青云 一路长虹直上的话 就是要多磕头 少说话 就多做事少说话 其实在职场上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写这种官场小说 不可以写得太真实 一旦太真实 有人对号入座 那就麻烦了 广告之后我们会来回答网友提问 其实当今官场上的一切古人早就已经全部玩过 就连官场小说这件事情在清朝大家记得吗 有一本书叫官场现行记 卖的其实就是窥探 网友问他说官员写小说有哪些禁忌 有哪些是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你写的这个人物呢 现在还在就是很高的一个位置的 你绝对不可以指明到姓 不可以写高位者吧 不可以写到很高位像省级领导 对对对对 这个要不你就要用一个画名 然后他的里面很多的这个像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个弊案 很多一直出来你可以去把它改编 但不能够写得太露骨 否则的话呢 可能还是就算你出版了 还是会走上国画的命运是不能够发行的 所以就是在位的官员位置高的 很高的 那如果是已经已经下台的呢 那肯定可以啊 打落水狗 官场上不都是这样最现实 不过对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跟市场来讲 他已经不在位了就没什么好写了 就是就是他的那个就会比较降低 不会啊 如果有人写薄熙来 对 或是写周永康的那个 那我就觉得 就挺想看看到底里面他揭发了什么样子的真实 对啊 这也是一种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我觉得我想要看的是现在的高官 而且是小说吗 没有没有他的子民道姓 就是你说的嘛 纯属虚构 如果有雷同就不要对他畏作 对啊 如果有雷同成熟巧合 对啊对啊 就是在还在上位的 所以这个官场讲说啊 为什么会那么畅销 其实他有四个字 就是他是非常矛盾 就是很矛盾 就是很想去把他真实都写出来 但又碍于很多的一个政策政令的关系 又不能够一定还是要兜个圈 或者是一定要帮他改名换姓等等 那再来一个呢就是他非常的一个曲折啊 曲折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好几本小说 它里面的故事呢就是说从一个年轻人进入观察 他要从最小的缺一路爬爬爬爬 爬了十年他要历经多少的官员 要跟多少人搏斗 跟多少人在那边厮杀 在那边恶与我诈 在那边血流成河 还有多少的一个案子 还要经过多少坎坎坷坷 坷坷坷坷坷坷 那好看呢就在这一些非常曲折 非常矛盾 那事实上对于很多这种很基层的人 他可能一辈子也升不了关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一看 然后给自己 去对照现实 对对对 那里面有一些 其实他反映的部分真实 那些真实是什么 真实当然就是第一个真有其人 真有其人 还有真有其事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对 我看到他们写 他说从那个官场小说里面去解码 在现实环境里面 他说比方说那个签名 如果领导批示是批横的 那就代表说这件事情 你别搞了就放着吧 反正不会成批直的 就代表这件事情就必办 必须得完成 是的 就有这样子的密码藏在里面 有一些暗号 有一些密码 有一些暗号 就像刚才 还有说同样写同意 最后是空心的据点 还是实心据点不一样 对有的 空心跟实心据点 实心代表必办 对必办 虚心就算了 随便做做就好 随便做做 记得为人民服务 这个我就要对应你一句话 叫理想是丰满 现实是骨感 如果我真的是这样 官场小说就没有存在必要 没有看头啦 非常谢谢吴景珠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继续大耳花枝 谢谢